在第十三轮 藏上雄狮在主场对着河南队的比赛直播 赛前我们说了 这是中超现在状态最火的球员没有之一了 漂亮 打一个防线身后来拼速度 看奥斯卡一对一 进去边上 观察中路队友的位置传进来 这球虽然抢到点了 但是没有打中球门 再来看奥斯卡这个速度核心力量确实挺好的 这球如果是洛卡 门将没收了 就是把球分出去之后自己加速启动 去接第二下 打撞墙 掉到远段 这球误打误撞 还挺有威胁的 再来看 这球不大像是直接掉门啊 应该还是想传 因为在起脚之前也没有观察球门 导口门将的位置 那我们现在看到屏幕的上下两侧进去里面 看怎么处理 中间再传投球 定偏了 说句实在话 这球60%的外援前锋都可能自己打了 而且传过来这个角度正好 显线转移 好的 又是制造一对一 这次换罗欣 踩个单车 一步过 直接打门 将将偏出 路卡利亚 这球把罗欣直接过掉 这一下变节奏把罗欣给晃了 奥斯卡在举手 分 赵红略直接传 脱手了门前 想再补 没有赶上 再看 赵红略球传的鬼啊 就这个位置啊 门将后卫真都不好办 离门将呢 稍微有点远 赵红略 进去里面 奥乌总想 背身单打 漂亮 转过来就抽一脚 上轮已经进过脚 世界波了 再看 投球 顶高了 这小球真好 反员位 没问题 随机已经没有办法 左边路 中间反员位 头球复抽 漂亮 再补 中间了 75分钟 科维奇连续六轮中超破门 火招队反客为主 科维奇再次跑向场边 阿德莲 看看有没有越位啊 没问题 这个俯冲头锤难度很大 就是管用啊 科维奇状态是 就是大红 再来 投球 顶偏了 全场比赛结束 河南队在客场 一比零战胜了苍州雄狮 科维奇 大杀四方啊 最近